开封,古称变凉变京,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下游,是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都。 著名的包公祠,开封府,大象国寺,天波洋府都坐落在开封。 同时,这里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原创地。 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北宋时期,开封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 本期智力快车就来到了开封。 比赛的主赛场设在天波洋府,这里集湖光山色,历史文化和宋代建筑群于一体。 一场充满文化氛围的对决,就要展开。 本场比赛的四位选手来自开封市金明中小学。 赛前,同学们一起到开封市博物馆参观。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四所学校的同学们来我们开封市博物馆。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的徐老师,还有刘老师。 开封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馆仓文物包括陶器、瓷器、雕刻、石刻、货币、玉器、服饰等。 品类丰富,历史悠久,展现了古都厚重的文化内涵。 这个沙盘向我们展示了这座野蛮于地下8到12米北宋东京城,它独特的城市格局。 看这个娃娃旁边和这个荷叶旁边都有这种小的褶石色的圆圈。 这个圆圈就是珍珠地际法。 它是在这个参观过程中,同学们对家乡博物馆的文物、历史故事更是印象深刻。 大家认真学习,仔细记录,洋溢着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 精彩的初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期待开封学子们的风采吧! 大家好,这里是智力快车,我是陈怡。 今天我们智力快车来到河南开封,本场的校纪大比拼是在开封天波洋府来录制。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集湖光山色、历史文化以及宋代建筑群与一体。 在这里我们感谢天波洋府的场地支持,谢谢! 也欢迎大家有空到这里来转一转。 参加校纪大比拼的四所学校是开封市金明中小学,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开封市大厅门小学,开封市吉英小学,在这里欢迎大家。 今天的比赛是我们开封市金明中小学,我们接下来通过央视频发布的校园短视频,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美丽校园风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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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开封市金明中小学四年级八班 我的爱好可多了,阅读朗诵书法绘画是我的最爱 在这次的比赛中,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赛出成绩,赛出风格,展现金明学子的风采。加油! 哇,欢迎我们多材多艺的李炳章哈。来,下一位 大家好,我叫陈红林,来自八朝古都开封的金明小学,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一看见书,就像猫看见了老鼠,老鼠看见了粮食一样,无论什么诱惑都不可能阻止我看书。 我喜欢跑步游泳骑自行车,班里的同学都叫我陈猴子,就是因为我的活动量特别大。 希望我今天可以好好表现,夺得胜利的桂冠,为金明增光天才,加油! 好,欢迎我们的小书丑,红林,来,最后一位,周世奇。 哈喽,大家好,我叫周世奇,今年11岁了,来自金明小学,52班,我爱好可广泛了,会吹萨克斯,最喜欢阅读,运动和乐高了。 千万别看我长得圆润,可是我一到篮球场上,那可就是我的天下了。 灵活的小胖子穿梭在赛人中,那可是最好的防守。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为患者解除病痛。 今天,我有幸来到了智力快车的赛场上,我要赛出风格,赛出风采,展现出金明学子的风采,加油! 加油,加油,周世奇,欢迎回来的周世奇。 好,场上四位选手我们都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陈姐姐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 之前呢,我们已经带同学们去开封市博物馆,进行了这个深入的学习。 那我们今天所考的这些题目呢,都来自于我们已经学过看过的知识,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好不好? 一共呢,是九件文物,每件文物三道题,我们全部都是抢答题啊。 那在我读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选手可以随时进行抢答,每道题是十分,答对加分,答错扣分,但是零分状态下不扣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我们马上开始答题。 第一道题目,这道题啊,有选项。 来,我们看看图片。 这件文物是哪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好,它不要选项,那来告诉我,答案是?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你确定吗? 我问的是哪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想一下,给你五秒钟。 在老师给你们进博物馆的时候,应该讲了这个文物。 想一想,五,四,三,二,一。 这道题呢,其实是有选项的。 A,养勺文化。 B,龙山文化。 C,两主文化。 B,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 那,对不起,这道题你是答错的。 但是是不扣分的,所以不要害怕。 就要有这种精神啊,加油,好吗? 来,我们说到这个开封呢,我们就提到了这些文化遗存。 那我想知道,咱们同学们有了解,开封市境内有哪些历史文化遗址? 就比如说这有名的天摩阳府。 还有乙圈马遗址。 还有露台岗遗址,然后牛角岗遗址。 露台岗就在起县,那我们开封市还有一个卫士县,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卫士县是那个乙圈马遗址,然后它那个里面也是出土了很多新时期时代的,用来比如说我在博物馆参观的那些去骨壳的,要不然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还记得吗? 就跟一个擀面杖一样的那样的,就是去骨壳。 石墨盘,石墨棒,它们是一体的。 还有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一个桃轮一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彩桃壶,这都是新时期时代乙圈马遗址出土的。 没错,卫士县遗址呢,不仅有乙圈马遗址,还有梁庄遗址,还有城庄遗址等等。 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同学们回去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去查一查。 下一道题还是有选项。 我的问题是,这件文物是用来干什么的? A,做饭。 B,吹奏。 C,装饰。 还是李炳章。 B,吹奏。 但是我要补充一下,它是在后来之后才可以用于吹奏的。 它一开始是用于畜牧业和狩猎业,并不是用来吹奏欣赏的。 它用在畜牧业干什么呢? 是用来召唤和引诱动物的。 回答完全正确,加上十分。 那你们还知道古代的乐器有哪些吗? 除了我们图上的这个,不用抢,直接说就行,陈红铃。 萧,笛。 萧,笛,还有吗? 琵琶。 琵琶,对。 古琴,古琼,古针。 鞭钟,也是。 像这一件是红桃薰,然后还有一些薰也是吹奏乐器。 那你们有没有学习过什么乐器? 我还学习过萨克斯,那可是我的强项。 萨克斯是西洋乐器,是不是? 对。 学的过程当中难不难? 也挺难的,刚开始想过要放弃,但是还是妈妈鼓励我,让我坚持下去。 那你现在能吹奏什么乐曲呢? 我现在能吹奏很多乐曲,比如说一些流行歌曲,还有一些我和我的祖国,一些爱国类歌曲。 那你学了多长时间? 我大概已经学了两年了。 两年了? 对。 那每天利用什么时间来练习呢? 每天就利用我读书后的时间和写作业后的时间,我通常就会来吹奏一下,放松一下心情。 觉得学乐器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吗? 我觉得学乐器对我的学习非常有帮助。 它能逾越我的心情,同时也能激发我对学习的乐趣。 好,非常棒。 来,我们掌声送给周世奇。 希望在这个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你吹奏萨克斯,好不好? 好。 还有谁学过? 我学过的是钢琴。 我觉得这个钢琴对我的音乐这方面的学习很有帮助。 就是每当我上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简单,然后就觉得好像是对我来说就难不倒我一样。 然后我现在能弹奏许多的乐曲,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家里来了客人了,然后可以给他们边弹边唱,然后我就也很开心。 是妈妈说,来,给大家表演一下,还是你主动愿意去来演奏? 我主动的。 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很骄傲,能够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就觉得自己真开心。 特别棒,因为能够起立我们的心灵,对不对?让我们可以享受到美好的东西,对吧? 好,那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多多地去学习音乐,能够感受其中的这个音乐之美。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了。 那么我先问问哈,有谁知道这件文物的完整名称吗? 不用抢,不用抢,你来说。 哦,信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红陶薰。 嗯,刚才其实已经介绍过了,对不对? 但是呢,同学们要仔细观察,我接下来呢,要上一个题版,来。 好,听题了啊。 以下,哪件文物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红陶薰的材质? 题还没念完,来,陈红林。 B。 这样,我把题目呢,念完整。 以下哪件文物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红陶薰的材质是一致的? A是洛阳博物馆馆藏文物,磁胎象棋。 那么B是邯郸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陶鱼桃之角一组。 嗯,他们是一组。 好,最后一个C是宁夏固园博物馆,馆藏文物,铜鸾林。 你的选择是B,对吗? 好,那么答案就是B。 回答正确,加上10分。 恭喜陈红林。 来,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件文物。 题目,请说出这件文物的完整名称。 来,用力秉章。 是商甲骨残片。 回答正确,加上10分。 下一题,甲骨通常被古人用来做什么? 来,陈红林。 呃,记录基斯结果。 它有一个名称叫什么?两个字。 呃,用来做什么? 呃,基斯。 来,给我一个答案。 三,二,一。 答不出来是吗? 没关系。 周世奇,你来补充一下。 甲骨文是在过去用来占卜,或者是用来祭祀,一种来预算,然后就是一种美好的寓意。 这其实就是古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所以说,他的作用是占卜或者祭祀,叫占卜。 当古人用来占卜。 呃,周世奇补充得非常好啊。 那陈红林,对不起,你回答错误了。 所以要扣掉10分哦。 没关系啊,加油。 来,下面呢,这是一道线索题。 根据描述,你们随时可以抢答,因为我会不停地给出信息。 你觉得听到哪条信息,你很有把握,就可以去抢答。 来,听好。 它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了解当时历史的珍贵资料。 这是第一条信息。 它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了解当时历史的珍贵资料。 没有人抢,那我给第二条啊。 它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 好,周世奇。 我记得老师昨天讲的是,在安阳小屯村附近,好像是古人的一个祭祀天地的一个祭祀台。 我觉得那个地方好像出土了,也是商代甲骨残片。 商代甲骨残片。 你确定吗? 我,我确定。 它是什么? 它是甲骨残片,是用来祭祀天地的一个器物。 我还有最后一条线索,大家听完以后判断一下它回答的是否正确。 它因捐刻书写于硅甲与寿谷上而得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成型文字。 所以它是甲骨文。 不是甲骨残片,所以不好意思。 但是呢,它不扣分,因为它现在是零分状态啊,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继续。 那我们说到这个甲骨文,刚才我们周世奇也说了哈,那甲骨文是怎么样来形成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占卜的程序,你了解吗?周世奇。 占卜的程序? 没关系,你不了解,让陈宏林来介绍也行。 先把骨头,硅甲或瘦骨放到火里边,那个燃烧烤它, 然后骨头因为瘦热不均匀就会出现裂纹。 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然后曲折走向来判断这个事物的胸疾。 然后再把这个判断的结果刻在这个硅甲或瘦骨上。 嗯,没错。 那么掌声送给陈宏林,咱们听得非常的仔细哈。 好,还有谁补充?来,李炳章补充。 在进入烤的之前,然后先要在甲骨上钻一个小孔, 然后防止骨头断裂,这样子的话就判断不准确了。 嗯,然后呢就留下这样的残片,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就要继续看看下一个文物。 这件春秋铜仪呈什么形状? 来,你顶着。 嗯,是椭圆形。 好,回答正确加上十分。 好,来,哪一部史书记载了凤仪卧冠? 来,钟志祺。 我记得昨天老师讲的是在礼记中记载了它的这个作用。 你确定吗? 确定。 好,回答错误。 有谁知道? 应该是左传。 记错了哈,我们的这个学习资料都有哦, 可能是没有仔细去看。 好,没关系,我们作为了解哈。 那么谁告诉我卧冠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题目,你可以补充。 卧是浇水的意思, 冠是洗手洗脸的意思, 连在一起就是浇一些水, 然后用来洗手洗脸。 没错,但是我们最关键的信息咱们遗漏了是不是, 它是出自于什么左传哈,凤仪卧冠, 这下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三题, 同学们有点难咯, 我得先把它看起来。 考验一下你们之前啊, 观察文物仔不仔细, 刚才呢资料没看仔细没关系, 那么文物有没有看仔细呢?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铜仪, 前端瘦手的嘴是张着还是闭着? 来,宇敏张。 是张着,但是还可以分析, 如果是闭着的话, 那水从哪儿流出来呀? 是这样吗? 我们一起打开图看一下, 验证一下它说的是否正确。 怎么样,它是张着嘴的, 对,回答正确,来,加上十分。 哇,恭喜李秉章啊, 目前已经拿到了四十分了, 其他同学你们还在起点。 来,我们三位同学, 给他们一些鼓励。 加油,加油,加油, 勇人,加油。 接下来啊,第四个文物, 别着急,我们看一下。 它是情嵌松石同带钩。 带钩呢,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 所记这个腰带上的挂钩。 那么问题来了, 带钩在古代又被称作什么? 带钩在古代好像还被作为 是身份和地位的项目。 它被称为什么? 它还被称为 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它除了叫带钩, 还可以叫什么? 它还有个其他的名字, 注意咯。 三,二,一,来,告诉我。 能想起来吗? 忘了。 忘了,没关系。 李炳章,告诉他。 西比。 对,叫西比。 那很遗憾,这道题目呢, 没有回答正确, 当然它也不扣分啊。 那我们要继续, 还是这件文物。 这件请欠松石同代钩的 装饰文样是什么? 来,李炳章。 是。 想一想, 昨天我们的江建源老师是怎么? 是奎隆文吗? 你确定一下。 是什么? 来,三,二,一。 奎隆文。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接下来这道题呢, 给你们选项, 仔细听, 尤其是其他三位同学, 你们要努力咯。 这件代钩的钩身 采用了哪种装饰工艺? A,流银。 B,镀金。 C,流金。 李炳章。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C,流金。 流金。 好,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那谁来给我介绍一下这件文物呢? 老师,我可以对它做一些补充。 好的。 说是首先我们要观察这件文物, 它的表面的这些鬼龙纹, 可以发现它会带一些青色, 这些青色, 据讲解员姐姐说, 这是嵌上的绿松石, 带过去绿松石可是比黄金还要珍贵哦, 所以说这件代钩。 见证了当时使用它的这个人是贵族或者彰显着它这个非常高官的这个身份。 没错, 周世奇幅真的特别完整, 而且你刚才都说了, 有奎隆文, 但是我刚才问你这个装饰文室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答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奎隆文和一些波浪的新闻比较相似, 所以说我有些不太确定。 所以下次再大胆一些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知识储备是够的, 而且你们学习那么长时间, 每一件文物你们都能介绍的是如数家珍, 但是呢, 在抢的时候手速还要再快一点好吗? 优人, 红林, 要加油啊。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件文物。 听清楚我的题目, 三位同学, 这件文物属于什么时期? 来, 李炳章, 还是他快。 东晋, 因为他的名字叫东晋, 清幼, 贺彩四期盘果吃屏。 回答正确。 不得不服, 没有办法。 太快了。 好, 来, 下一题啊, 其他三位同学有选项, 有选项啊。 贺彩是以哪一种金属元素为橙色剂的材料? 就是它呈现出来的这个颜色的材料啊。 A, 铜, B, 铁。 来, 李炳章。 我还有一个选项是C, 锡, 所以正确答案是铁。 回答完全正确, 加上十分。 我已经看到周世奇, 但是你知道吗, 你手抬有点高, 放在那儿别动, 往下按就行, 你从手抬起来再放下去, 是不是就有时间差了, 对不对? 继续啊, 保持住这种节奏啊。 来, 下一题这件文物还是它的。 送分了啊, 送分了啊, 其他三位啊, 就看谁快啊。 请说出这件文物的完整名称。 三天哪, 来。 老师, 我刚才说过了, 东晋, 青幼, 褐彩, 四系盘口词评。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这道题目你们三个人会不会? 会, 会, 那你是怎么来记这个文物名称的呢? 有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 它这个首先是它这个评口上面是, 有点的那个褐色的那个小点一样的, 然后, 褐彩, 是吧? 然后呢, 它的那个, 呃, 这个文物的这个瓶上面有四个这样的小半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叫四系, 然后呢, 它是青幼, 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个是一个, 呃, 青色的, 然后呢, 它又是东晋的, 然后就叫东晋, 青幼, 褐彩, 四系, 词评, 呃, 四系盘口词评, 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下一个, 哇, 漂亮吧, 好, 我的题目来了, 这件女泳怀抱什么形状的场景屏, 举手干什么, 我们是抢答题, 反正我一个手按下去, 一个手就是举手, 这样的操作是吗, 对, 鸭式场景屏, 鸭式场景屏, 它抱的是什么形状, 鸭式的, 回答正确, 鸭式的形状, 急的我要就是急, 还有这种操作抢答, 是一百了吗, 这么快, 其他同学, 加油, 我们还有机会啊, 后面还有题啊, 这道题目呢, 等我把三个选项全部念完之后, 你们再来抢, 让你们更有把握一些, 好不好, 我说开始之后, 你们四个人抢, 好吗, 好, 这个鸭呢, 是根据烧成的温度来分的, 它可以分为, 低温鸭, 中温鸭, 高温鸭, 还有易容鸭, 以及南容鸭等等, 那么我的题目是, 唐三彩属于哪一种鸭, A, 高温鸭, B, 易容鸭, C, 低温鸭, 开始, 开始, 他是, 他是抢题王, 我发现, 来, 老师这个我抢到了, 但是我要先想一下, 是有高温鸭, 然后, 易容鸭和低温鸭, 哦, 你的选择是, 三, 二, 一, 来, 给出答案, 快, 给答案, 来, 低温鸭, 低温鸭, 回答, 确, 家长时分, 这道题是猜的吗, 呃, 我有一点印象, 是在博物馆听, 讲解员姐姐听的, 然后, 呃, 我在我的笔记本上记的, 然后, 我记得, 我记得是低温鸭, 当时有点紧张, 是不是, 有点不确定了, 是吧, 呃, 对, 因为这个, 我是, 最早记的, 所以, 呃, 可能时间有点长了, 有点长了, 所以温故而执行, 再回去看看, 好不好, 好的, 好, 那么说到唐三彩, 谁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唐三彩的工艺呢, 唐三彩呢, 首先我们大家都要知道, 唐三彩是非常珍贵的, 现在在一些墓穴里出土的一些唐三彩, 都因保存不完整而贬低了它的这个价值, 唐三彩的工艺, 它里边含的有一些稀有的金属元素, 所以说, 昨天, 蒋姐员姐姐说, 这种唐三彩的这种制品, 它一般都不是用来使用的, 而是用来观赏的, 它长期使用也对人的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含有很多种中金属元素, 所以说, 它就不适宜使用, 所以它在烧制的那些人, 它就会观察里边的这些幼色, 这个降低或增高这个摇温, 而产生色变, 哎呀, 太棒了, 掌声放给大家一起, 她, 我觉得你可以成为我们, 开封市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 每一件文物都介绍得那么详细, 是不是, 那下面这道题, 我希望你能够答对, 我的题目是, 以下哪件文物属于唐三彩, 开始, 我没有办法, 来, 你比较, 回答正确, 那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三件文物, A呢,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 我们宁夏雇原博物馆, 馆藏文物, 彩绘双耳, 偏口桃湖, B呢, 是刚才大家选的这个是, 南京博物院, 馆藏文物, 三彩双鱼瓶, 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苏州博物馆的, 馆藏文物, 居仁堂, 粉彩, 梅雀文婉, 好漂亮, 好漂亮, 是吧, 那么有机会去看一看实物, 好, 来, 我们继续, 下面我们看看, 下面这个文物是什么, 好, 来, 这个呢, 不用听我说开始, 大家随时抢答, 请说出这件文物的完整名称, 你在干什么, 我不能看你, 看你, 一直在看你, 北宋大圣一则同编钟, 回答正确, 将是分, 来, 下一题啊, 下一道题目有选项, 这件大圣钟, 铸造于哪一年, A, 公元904年, B, 公元1104年, C, 公元1204年, 啊, 三, 二, 一, 给我答, B, 好, 回答正确, 谢谢, 我们继续啊, 北宋掌管月律的官署, 叫什么, 北宋掌管这个, 这套篇中的是吗, 小老师, 掌管月律的官署, 北宋掌管月律的官署是, 北宋大社, 呃, 北, 北宋, 老师, 可以再说一遍题目吗, 北宋掌管月律的官署, 叫什么, 北宋大圣一则, 呃, 呃, 太难了, 我太难了, 来, 这样的十分, 太珍贵了, 这十分, 哇, 在这个现今的河南商丘呢, 出土了六件边中, 因为这个中出土于春秋时期的宋帝, 那么当时徽宗就认为这是祥瑞之兆, 所以就设立了大胜负, 啊, 来, 我们下一件文物, 这件文物属于什么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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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宋帝的, 确定, 确定, 好,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下一题, 请说出这件文物的完整名称, 宋, 白佑, 珍珠地, 娃娃卧连, 此枕,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谁再给我介绍一下这件文物, 这个宋, 白佑, 珍珠地, 娃娃这个宋就是指的是它的年代, 然后白佑就是说它这个, 这个是一个磁枕, 然后它的外面的这个材质是白佑的, 珍珠地是它的一种雕刻的一种手法, 就是把它给一点一点的给点上去, 就是叫珍珠地, 娃娃就是它这个里面是一个娃娃就躺在这个枕头上面, 然后呢, 卧连是这个娃娃周围是莲花的一样的, 然后磁枕就是它是一个枕头, 然后呢, 它这个枕头的寓意就是要连身柜子, 好, 非常好, 非常完整, 那么这件文物呢, 是我们宋代登峰窑烧制的陶瓷精品, 登峰窑呢, 属于磁周窑戏, 那么我的问题要来了, 来, 看一下题板, 请问以下哪件文物是磁周窑戏物? 是C, 为什么是C呢? 因为首先先从B来说, 这个B它是磁季, 但是它外边湿的应该是青釉吧, 然后A呢, 它应该是湿的是黄釉, 然后这个C呢, 然后我记得它是磁周窑的, 因为我在博物馆的时候看过, 磁周窑有什么特点? 是白地黑花的, 装饰技法是吧, 白地黑花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这是我们磁周窑的特点, 那这三件呢, 都来自于我们开封市博物馆啊, A是宋耀周窑, 缠枝莲纹瓷盘, 这个耀周窑呢, 是在今天的陕西省同川市的黄宝镇, B是宋龙泉窑高足瓷碗, 龙泉窑应在今天的浙江龙泉而得名, 属于我国南方的亲词, C呢, 就是宋磁周窑白地黑花四系词冠, A是耀周窑, B是龙泉窑, C是磁周窑, 所以回答正确加上十分。 好, 来看下一件文物。 好, 请听题目, 这件文物属于什么时期? 明代。 回答正确加上十分。 来, 第二题, 有选项啊, 这件文物内诋会什么文样? A, 折之眉, B, 折之莲, C, 折之牡丹。 是B, 折之莲。 好, 回答正确, 折之莲。 下一题也是有选项哦, 以下哪一个不是明代年号? A, 永乐, B, 同志, C, 宣德。 来。 个, C, 宣德。 不是, B, 同志。 确定吗? 确定。 好, 回答正确加上十分。 好, 那陈宏林, B, 同志是哪个年代的年号? 回答的是正确的啊, 那你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明代的年号有哪些吗? 能介绍? 家境, 那个, 万历, 红武永乐, 嗯, 红武永乐。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场上的分数, 因为我们九个文物的27道题全部都答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悠然呢, 没有得到分数, 我李炳章现在是180分, 呃, 陈宏林最后拿到了10分, 周世奇20分, 那我们把掌声先送给场上所有参赛的同学们, 谢谢你们。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这个认真复习了, 也努力了, 对吧, 只是有点点小小的遗憾, 但是呢,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我们再次恭喜李炳章成为我们的初赛冠军, 他将代表我们的学校, 冲击我们的决赛。 好, 谢谢你, 谢谢, 周世奇, 非常棒啊, 加油, 陈宏林, 来, 有油然, 好, 最后是你的李炳章出赛冠军, 奖杯送给你, 好, 我们把掌声送给同学们, 希望我们李炳章能够代表我们金铭中小学院的冲击最后的决赛冠军,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智力快车, 我是陈宜, 下周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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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不做 Fantastic 있을, un seams, 感谢观看